邁入第13年的 關山千人拔蘿蔔活動 3號上午 在關山的客庄生活傳藝中西周邊農地 盛大舉行 吸引不少民眾 吸家帶勸錢來參加 每個人都收穫滿滿 政長彭承鋒表示 今年首度嘗試以不同方式來舉行 廣受好評 明年會擴大辦理 讓更多人可以看見關山 民眾在蘿蔔田裡選找蘿蔔 有的則是整家子人都出動 有的幫忙拔蘿蔔 有的則是在一旁 處理拔出來的蘿蔔以及運送上車 而每個參與活動的民眾 都是收穫滿滿 我猜四代 四代 我們打算把這些蘿蔔拿來做什麼 做菜脯簽 菜脯 我們今天幾點就來 我台東來 市區嗎 對 市區 綠等半去出發 台東關山鎮 每年都會在二期到座結束過後 在田間施撒蘿蔔 油菜花等濾肥 逐漸演變成為關山鎮 農曆年前拔蘿蔔的傳統 今年活動邁入第13屆 關山鎮公所今年也改變了遊戲規則 除了在14天前 每天推出100人的拔蘿蔔為旅行的活動之外 今天更是準備了超過5公頃的蘿蔔田 要讓來到關山的民眾拔得盡興拔到爽 這次的拔蘿蔔活動特別好玩 第一個我們是全國種最大面積的 就像各位看到一樣有種了10公頃 所以各位都不用擔心拔不到 慢慢走慢慢玩 這次草長得比較長 是希望大家可以從裡面去尋寶 找到蘿蔔長什麼樣子 這次在我們的場地 因為我們跟農會密切的合作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一幅彩雀的稻田 這麼的美 那我們的社區真的是太強了 它做的裝置藝術也是美到不行 再來要推我們關山的農特產品 這次又準備了摸彩 所以各位來到關山就是這麼的好玩 這麼的棒 所以歡迎大家期待明年 也是1月份的時候 我們陸續隆重更加好玩的關山千人 千人拔蘿蔔等大家一起來玩 許多民眾一早就從市區出發 拔了不少蘿蔔要帶回家烹煮 或是分送給親朋好友 而有些民眾更是第一次看見 生長在田裡的蘿蔔 我們今天幾點就來了 8點 8點 我們從哪裡來的 從台中市 所以專程過來就對了 對對對 帶小朋友來 一起來拔 我們今天採這些蘿蔔 我們打算要幹嘛 回去煮湯啊 滷蘿蔔啊 送親朋好友啊 我第一次看到 種在土裡的蘿蔔 對啊 感覺好像很好吃很生嫩的感覺 關山千人拔蘿蔔的活動 每年都吸引許多人參加 政公署也表示 未來將會持續辦理 這樣有意義的活動 持續推廣關山的蘿蔔產業 並歡迎民眾在明年1月時 再度來到關山一起拔蘿蔔 介紹陳精靈關山正報道 郭忠祿